子虹首次转大人演职场剧。 叶星辰当三明治周旋与两个男人接。 台试,三立周日新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密西佐,21日,举办演员卡斯发布,主要演员叶星辰、姿虹、廖亦璇及邵翔四人出席,三剧被形容是一部颜值非常高的偶像剧。 女主角叶星辰除了在工作上处于加薪状态外,在感情上也加薪,周旋与张丽昂与子虹之间,让他直呼自己好幸运,剧中感情线能有两位高颜值男生相陪是幸福三明治。 男团Speed Zone的子虹首次参与三立偶像剧演出,但在最短时间就已和叶星辰打成一片,他形容自子虹很疯狂,两人初次见面就拉住他大跳抖肩舞,不过这一跳也让两人距离拉近。 而叶星辰对子虹的第一印象竟然觉得他是小屁孩,难怪子虹会说自己没偶像包袱,因为剧中角色跟自己一样都很疯癫,而拿自己与张丽昂相比,他笑说,我们皮肤一黑一白。 而在他眼中的张丽昂则是很有趣但闷骚,有小孩一面。 他记得两人初次见面就去摸张丽昂的耳朵,让张丽昂不知该有什么反应,只能盯住子虹看,让子虹很糗地说,我有病,才会去摸他耳朵。 而对叶星辰,他也难忘当时他的表情,笑说就是一脸嫌弃人的模样。 子虹表示他能体会当三明治的心情,因为当初他加入演艺圈时也被夹在嘉莲之中,不过这次参加偶像剧的演出,对他而言最开心的是自己终于长大了,不再只是演出学生,终于转战职场。 他表示也曾在职场上打工过,经验很特别,除在士林夜市叫卖糖果外,还当过农夫,处于高温环境中工作,由于当时不是正职,只能赚取不到万元的薪资。 而叶星辰被问道对子虹果与亲热难道不担心被他的粉丝围攻吗? 他一听就笑闹闹地表示,我们只是朋友。 子虹也表示自己粉丝很大气,有时还会要他快结婚,让子虹想说难道自己已到逝婚年龄了吗? 而少祥与廖璇在《三明治女孩》的密集剧中属于较成熟的一对,少祥是暖心大叔,廖璇璇则是散发迷人气息的骄傲孔雀,廖璇璇表示这次演戏演员群是最低龄的一次,好青春,连少祥都像屁孩。 因过往他都与李明顺及谢祖母等真正大叔演员合作,不过这次他对少祥的评语是很迷人。 少祥也表示希望自己表现能像韩星恐流一般,当个活泼的大叔,因为他与子虹初次碰面时就觉得自己与他差不多,也没有语言隔阂,笑说,可能我还不够老吧。 但华一出连自己都觉得心虚。 不过这次在剧中少祥有位五岁的儿子,他直言目前还不知要怎样与他相处,因此演出这角色般让他紧张。 廖一璇表示这次少祥的角色很会说肉麻话,但又要表现得很自然,让少祥只摇头说,导演在考验我。